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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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最佳电影提名就包括《红海行动》《沦落人》《逆流大叔》《无双》和《三夫》 最佳导演入围者有《三夫》的陈果》《红海行动》的林超贤 《逆流大叔》的陈永生《沦落人》的陈小娟 以及《无双》的庄文强 影帝古天乐12号在香港出席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里 公布候选名单记者会 谈到今年金像奖入围名单 他形容势均力敌 投票的时候好伤脑筋 作为上一届的影帝 古天乐今年没有任何提名 谈到本届入围名单 古天乐表示大部分都是自己喜欢的 但如果具体去说看好哪一部作品 现在讲就不太公平 其实我觉得公平一点不能够现在说的 但是我现在今天公布出来 大部分都是我既有投票的一些 我喜欢的演员的电影 另外对于今年的电影拍摄计划 古天乐透露种类不同 有些电影不在香港取景 要飞来飞去拍摄 去年古天乐在拍戏时不小心受伤 还搞到要动手术 今年会不会少点街拍动作片呢 我现在正在拍的也是动作的电影来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动作的墙口 因为我做完那个手术之后 真的有一些动作是做不了的 然后就是那个动作指导也很照顾我 所以有时候如果真的做不了 他会想方法可能镜头去配合去拍 去年娱乐圈中最大的瓜非吴秀波莫属 之后吴秀波一直鲜少露面 2月11号一位网友发文称 吴秀波携妻子先生美国吸引了不少关注 男性吴秀波因爆出欢外情风波消失演艺圈 不仅主演的电影上映无期 原先出演的春晚以及各类综艺节目也被批走 2月12日网络中传出他的最新消息 一位定居国外的网友发文爆料称 朋友前几天在美国一家火锅店外 巧遇吴秀波 在曝光的照片中 吴秀波将自己全身裹得非常严实 戴着黑色棒球帽和口罩 走出餐厅时更十分谨慎的四周观察 而一行人走出餐厅后便到一处空闲的地区 吴秀波跟身旁一位背着蓝色包包的长发女子 在商议事情 另外早在2月初时就有网友发文指 在去网络山基的飞机上偶遇了吴秀波夫妇 当时吴秀波的妻子也背着蓝色包包 看来吴秀波美国的行程 妻子一直贴身陪同照顾 同时也可以趁这一次的旅程 修补一下夫妻之间的关系 好了以上就是娱乐gogo的全部内容 这次是娱乐go的妻子